玉香 光加室 製作肉 樂 lied ír 螩皮 美食 美食 燙燙燙燙 你看看東西 那些東西 林老師 現在我說大菜要怎麼做 因為我們是要做烤魚 可是我們要做麻辣味 然後我們做最簡單的方式 但是手咬的味道通通都有了 我們的魚一定要去的 鹽 那鹽的時候我們就一定會加酒 以這個魚的話我們可以下 三匙的酒 然後我們就加一點鹽巴下去 大概一小匙就好了 然後我們因為怕魚會有腥味 那我們可以 裝一點點的薑 然後我們可以放一點點的蔥 來我們請碰碰碰來幫我們攪一攪 我們就直接先鋪在魚上面 好 那我們就把它淋下去了 對 魚肉記得一定要先把它割兩刀 割兩刀 這樣子的話它的熟度會比較好 比較均勻 我們只要放置15分鐘 那我們就可以進去直接烤了 我們最好是用這樣的烤盤 這樣子它的受熱比較平均 我們大概十分鐘 十分鐘 到我們的大概用兩百度 兩百度 OK 那我們來轉兩百度 OK 然後來時間給你轉十分鐘 十分鐘 OK 就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炒這一些料了 我們可以再次用筒 小米生 點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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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顧名思义啊 这个就是四川的麻辣 他必要又说好 我们这样拌炒就好了 那我们就关火了 哦 这么快 我们就关火 哇 它已经 它已经亮了 已经好了 对 我这个也好了 这个是谷料 你看 这么漂亮 哇哦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鱼 你看一下哦 盘底里面为什么都没有汁 没有 因为我们这个锅子 有旋风的关系 所以它把这些的水分 都包含在鱼身里面 好 那现在我们把料 把它给放上来 对 那如果有剩下的汤汁 我们也可以把它给倒下去 放在上面 对 好 我们的四川烤鱼OK了 OK啦 完成了 哇 好 那我们把它给开锅 把它提上来 好 漂亮 我们漂亮的大菜 不是吧 四川爬辣烤鱼 是 完成了 是 愿意